大疫冲击政局,受北京防务的军方关键人物接连异动,图为一对军警,戴着口罩行走在北京街头。图片来源,Nicolas Stout, RIAFP via Getty Images,看中国记者林忠宇。 综合报道,中共全国两会将在北京登场,全国人大会议于5月22日召开,全国政协会议于5月21日召开。 在这之前,中共高层权斗更加激烈,多名高官落马,而作为习近平掌权重启的军队也有诡异情况。 出现,两会前军中忽发护习忽生前军官,军队跟习近平其实并不是新。 贴心5月15日,中共军报以《驻牢维护核心》的绝对忠诚为题发表。 报道,称两会前军队代表委员热意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表态坚决。 维护核心,看其追随习近平云云。 一个月前的4月12日,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军队开展巡查工作对意见也强调称, 巡查目的是做到两个维护,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。 而无论是维护核心还是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,顾名思义就是要维护军委主。 习近平的地位 中共军队过去一直掌控在习近平的对立派系江派手。 中 江泽民掌控军权近20年,在他的纵容和保护下,中共军队贪污,腐败横行。 另外,为了长期控制军权,晋升将军成为江泽民拉拢军头的一种手段。 其亲信郭伯雄,徐才后在军中卖官毕决,提拔了大批高级军官以及一批师团级军官。 在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任期五年间,反腐。 打虎动作不断,引发政敌反扑,政变,暗杀亦伴随其中,也新家。 因某家成为官方政治热词,涉及这一定性的包括军队中拿下的郭伯,雄,徐才后以及两人的亲信房峰辉,张扬等人。 自2015年9月北,经阅兵以来,军队改革也逐步推行。 在上轮军改重组军委部门和划分。 战区后,习近平还把原规国务院领导的武警部队直接归入中共中央军。 韦,而武警曾在周永康掌控时卷入政变。 2017年11月,习近平掌控的中央军委首次发文要求全军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。 中共军 暴曾特别提到,中共十八大后,军队抓出的大老虎,中央军委员,副主席郭伯雄,徐才后就被指严重破坏主席负责制。 尽管军权在握。 但习近平一直忧虑军队的忠诚问题,在2017年10月26日北京,召开十九大后首次军方会议时,习对军队提出六个必须,其中 忠诚,听指挥被放到首位。而军方也多次回应让习主席放心。 澳门资深军事研究员黄东增在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刊发评论说,虽然徐 财后,郭伯雄等威胁其统治的军中老虎已除,但习近平未必真的对军。 对忠诚自信,以反弹,军改为名的全军正速行动一直未停。 今年5月 15日,身在美国的中共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,中 共亲领导人上台后,都要清洗前任在军队的代理人,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,开始清洗江泽民在军队的代理人,抓了上百个将军,包括 两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,徐财后,军委委员张扬,房峰辉,空军前 司令员田修斯,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建平,国防大学前校长王喜斌等 7名上将 但现在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都不站队了,他们都在观望局 是 姚成表示,中共军队跟习近平其实并不是新贴心 之前高级军官 对中纪委抓人不满,便鼓动老兵包围中纪委,老兵都是部队开车送进 去的,一夜之间两万人进京 2017年2月22日至24日,来自 大陆各地的上万名退伍老兵,冲破地方官员阻挠再度聚集于北京,在 中纪委大楼前级会请愿,要求当局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 大意冲击症 局涉北京防务关键人物接连异动2020年,从武汉开始的中共病毒 又称新冠状病毒,COVID-19,大意仍在延烧,今年的两会 受疫情的影响,中共当局不得推迟到5月21日召开 近期受疫情,中国经济等影响,中共高层分裂加速,权斗更加激烈 除了网络上个,种反习信使出的烟雾弹,官场清洗真实的持续进行 4月19日,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落马 孙立军曾是江派前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秘书 随后同样与江泽民一派渊源深厚的司法部长傅政华下台 网上传出孟建柱被抓,傅政华遭软禁的消息 但未坐实 5月12日,中 共特大型军工央起,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原董事长胡问明落马 胡问 明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扬州老乡 试图发迹于江泽民主政期间 在 郭伯雄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 分管总装备部期间 胡问明相继组长中 共四大军工企业 5月10日,刚刚上任4个月的北京卫戍司令王春 宁 被免去北京市常委、委员 其职位由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凡迪接替 知名评论人士陈破空 5月13日在自媒体节目中说 首都卫戍区4 呼出了大事 王春宁掌控的北京卫戍区市御林军 恶守京城 有两个 失一个团约3万人 比中央警卫局有更庞大的军力 王春宁在两会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